7月21日,香港部分激进分子围堵香港中联办,破坏设施,突兀国徽,喷涂侮辱性自聚,并试图冲进办公大楼,再次制造骇人听闻的乱港事件,其暴力活动令人发指,香港各界强烈谴责部分激进示威者,围堵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大楼,并无损国徽等行为,呼吁警方马上采取行动, 严惩违法暴力行为,将涉事分子绳之以法,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22日发表声明,强烈谴责激进示威者,围堵及冲击中央驻港机构,突兀国徽的行为,董建华表示,激进示威者的行径,令人感到非常痛心和愤怒,公然挑战国家主权和中央的权威,严重伤害全国人民的感情,必须依法追究到底。 同一天,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严厉谴责部分,激进示威者公然围堵,冲击中连半大楼,破坏设施,污损国徽的行径,认为他们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,历史的唾弃。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,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件,这并不只是一般的公共秩序,或者公安的事件,而是对于我们国家尊严的侮辱,对国家对香港行使主权的一个挑战。 22日下午,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,同各司局长及警务处长召开新闻发布会,林郑月娥对激进的示威者表示强烈谴责。 他说,这些示威者恶意包围和冲击中连半大楼,污损国徽,公然挑战国家主权,触碰一国两制的底线,伤害民族感情,令全程愤慨。 特区政府将严肃跟进,依法追究香港特区行政会议,非官首成员。 22日下午会见记者,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表示,行政会议成员一致,对昨晚一连串的暴力行为, 予以严正谴责。 他强调,暴力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,绝不能接受有示威者冲击中连半,突兀国徽。 他表示,香港警方有能力遏制暴力行径,希望警方能尽快拘捕和处理违法人士,不要让暴力行为蔓延。 香港各界人士表示,激进示威者的行径性质严重,影响恶劣,他们强烈谴责暴徒肆意侵犯国家尊严, 破坏一国两制,破坏香港社会和平安宁及法治的行为,并要求警方采取断然举措。 严惩暴徒,绝不姑息,他们严重违反国家宪法,背离基本法及一国两制,破坏香港社会秩序,及损害市民利益。 在我们香港的法律里面,是属于触犯了国旗及国徽条例,在这个条例里面说明,如果任何人公开而且故意以焚烧、毁损、图画、电污、践踏等方式,侮辱国旗或者国徽,刑罚就是三年的监禁。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?根本就是搞乱,就是暴力。这一个月来,游客严重降低,全部生意额下降20%到40%。 我也恳请我们特区政府,尽快地依法把这些歹徒暴徒绳之以法,追究到底。 还我们香港一个安宁法治的社会,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发表声明,强烈谴责漠视法纪,公然侮辱中央驻港机构,严重冲击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。 号召市民们站出来守护一国两制,声明指出,小部分人利用社会的宽容,肆意冲击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秩序,损害中央和特区、内地和香港的关系。 每位爱护香港的市民,必须站出来,支持特区政府和警队捍卫法治,采取果断必要的执法行动,遏制暴力蔓延,恢复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,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。 香港众多社会团体,强烈呼吁广大市民,一起反对暴力,维护法治,守护香港,强烈呼吁特区政府依法采取断然举措,严惩暴徒,绝不姑息,维护国家主权,维护一国两制,维护国家尊严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